白人饭是真要命的 一顿给你大黄油大奶酪 然后往那个给你一面包 都能给你打晕的干嘛面包上 一抹就开吃 不过天天跟我在一起生活 那现在都学会改良了 还值得就点老干嘛啥的 甚至今天用筷子夹粉条 就着他的黄油干嘛面包吃了 要说这白人饭有时候也挺危险 这不操作食物前天直接干卧倒了 食物中毒导致的急性未尝炎 罪魁祸首就是这那老板最爱的 也是传说中的号称奶酪中的贵族的 并且我们还给起了一个 嘎嘎高大上的中国名字 蓝纹奶酪 说白了就是奶酪坏了长的毛 而且是绿毛 生物学生讲是一种煤菌 但据我家小老外讲 这种菌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生成的 是无毒可以食用的 但你就是再无毒 啥东西放时间长了也不行了 结果就因为这块蓝纹奶酪 在冰箱里放了挺长时间了 结果坏了又长得新毛 但由于它本身就带毛 所以口唬的那老板还舍不得扔 结果就给吃了 结果就导致上吐下泻 自己给自己扎针了 在家卧倒了两天 今天又站起来了 起来第一顿饭 人家想吃的还是人家这玩意 干拨面包 不过今天抹的不是黄油和奶酪 今天抹的是鹅干和蜂蜜 不过面包刷蜂蜜这个吃法 我觉得咱们还是能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挺健康 至于俄罗斯蜂蜜 我真不想再多说了 咱自己从蜂农手里收 自己在俄罗斯安装设备提存蜂蜜 再到自己从俄罗斯直接灌到瓶子里 再由我通过平台 直接卖到你们个人千家万户的手中 所以还有一些质疑咱家蜂蜜的 我想告诉你 你买了39两斤的4斤的蜂蜜 那后台佣金还得给这些网红至少一半 所以你品你细品 你吃那5块钱10块钱一斤的蜂蜜 那里头是啥 你打听打听俄罗斯人 在俄罗斯买蜂蜜多少钱一斤 那在进口到中国成本都合到36七 然后到你们手中才加上快递费 税费平台等等 你还会觉得咱家刘纳斯加牌的蜂蜜 卖49块9一斤贵吗 认知是个好东西 你品你细品 所以想吃真的原瓶原装 可不是原筒原装的俄罗斯蜂蜜的 你一定仔细找找 看看哪有 我喝茶他俩喝酒 厉害 这些是这些人吃了 这些人吃了 这些人吃了 没有 感谢观看